寿丰香月梅国小操场旁一棵将近90年的老榕树 多年前因为感染了核根病 经过了医术专家治五治之后 目前老榕树是生长茂密 而从107年开始 花林县政府农业处、学校和社区 都会为老树举办祈福的活动 校方也表示 救治老榕树是同学们学习生命教育 最好的课程 学校师生和社区民众14号上午 在部落头目代理之下 依循传统向天地祖灵 为老榕树来进行祈祷 寿丰香月梅国小操场旁一棵 树离约90年的老榕树 105年因为感染核根病之后经通报 花林县政府请来医术专家救治 以全切除式外科手术进行根部的切除 经过这几年救治之后 目前这棵老榕树生长茂密 救助成功成为全国第二个案例 切除就是从它的主干的部分 整个切除掉 那切除了以后 大家都会想说 是不是塌下来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情况之下 除了它自己的一个 临近的气根之外 那我们也在做了 这个重要的一个支架把它撑住了 所以在我们的医治之下 它真的感动了 那感动了 所以它真的活存下来 它也长得更茂密了 在干岸部的切干净的同时 也就是好好倒根 你看它根长了四年 跟我手背 或是比我手背还来出 它就变成支持的 跟吸收的根系 所以它砍掉它的主干以后 对它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树就会慢慢恢复 而从107年开始 越美国小和社区 每年都会为老榕树进行祈福 校长廖仁义表示 就是老榕树过程 是让学生学习生命教育的最好方式 经过这个活动他们很喜欢 而且会常常在树下活动 跟做一些教学活动 然后也透过这样子 认识一个新的方式 可以治疗树木这样子 然后也会更爱树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场域 这是有生命教育的历程在里面的 不是只有人跟人之间 其实万物都有生命 透过这个过程让小朋友知道 生命教育的重要 老榕树目前由一支支的钢柱支撑重量 另外再以管材引导气生根到地面为之生长 日后成为支撑根 老榕树经过这几年医治之后 已经逐渐回复以往支叶翠绿的景象 谢谢刘明胜收风向报道 好 好 好